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国民党提名云林县长参选人张立善今天在支持者陪同下完成登记,他强调自己过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开端,就是为了替弱势族群服务,汇报助这样的初衷来献设云林,为热爱的这块土地打盘,他与搭档谢舒亚都是女性,女人当家,让云林更好,云林更好,让云林登场做主角。 云林县长李静勇昨天已登记,第十八届云林县长选举目前是两人对决,张立善表示,昨天已经告诉支持者,阴下雨天造成大家不便,不想劳动大家,加上雨后云林很多地方还在受灾,要以灾后复原为第一工作,但想到今天看见这么多支持者到场力挺,大家一声声地加油声,让他相当感动。 张立善表示,云林各地农业灾损严重,到处都有烟水、积水,表示云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,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,他真心期盼云林更好,会秉持住这样的初心,来建设家园。 他表示,自己从小到大都在云林这块土地上生活,从来没有离开过云林,从云林的女儿变成云林的媳妇。 他生在云林,长在云林,也将在这块土地终老,他所有的家人都在云林生活,因此他对这块土地只有更深切的基础,也一定会尽全力让云林变得更好。 云林县脊椎损伤协会前理事长李志勤、林秀美,以及云林县青年农民联谊会长卢转七,副会长陈凤义都到场力挺表达支持。 时代力量与云林县两名县议员参选人廖玉贤宇、钟正汉,今天也一起完成县议员参选登记,诉求云林新市,四代同堂,要从新开始,随后进行车队扫接,争取支持。 无党籍王又民则是低调登记参选议员,随行者只有太太一人,他表示,全国各地水换位置,此刻全民应共同时间救灾,登记是个人的事,所以一切从简,要造势未来还有机会。 云林县议员赖明元与林申今天上午也同时完成登记,两人互相加油打气,预祝彼此顺利连任。